Hello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是马大姐 终于开串了 春暖花开 优衣库春夏也上新了很多的单品 一开始我是觉得优衣库的U系列 无论是颜色 质地 版型上 感觉跟以往都大同小异 但是当我真正去到店铺里 才发现是有小惊喜的 因为这一次他们的设计 增强了许多的呼吸感 所以我就选择了 123456789 9件单品 不仅仅有U系列的主打款 还有优衣库的基本款 那具体上身怎么样呢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测评与穿搭 首先第一件单品呢 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个男款的衬衣 有一点像路易威东这个盒子的颜色 我一开始以为穿起来应该是 不太适合暗黑皮的姐妹 但是我穿上试了之后呢 我才觉得有小惊喜 因为它的颜色上虽然有一些沉重感 但是它的材质特别的轻薄透气 再加上它的整个版型的设计呢 是松滑自然 休闲款式 后面呢还有这种镂空的设计 休闲的剪裁 年轻的质感 配上这样一个比较严肃的颜色 做一个冲突 穿起来还是挺有趣的 材质虽然轻薄 但是它也是百分之百的纯棉 有三个颜色 一个是这种猪肝色 还有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蓝灰色 白色呢就有一点太中规中矩了 跟往年期跟其他品大同小一 但是这个猪肝色 这个颜色很有LeMet風的感觉 这款衣服在设计上也有很多的小细节 比如说这个口袋 你看一下 它上面还有一个小口袋 这样有一个是真实的口袋 手一直到这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更加保险的大口袋 也是到这里 装一个纸啊 卡片呢装在这里 也完全没有下垂的感觉 然后袖子呢也是比较长的 但是它里面带了一个绑袋 这样可以让我们轻松的绑在上面 最巧的是 它后面是镂空的 所以在夏天来说 就应该是很清爽 那这件衣服呢 不仅能当成一个休闲的衬衣来穿 还能当成夏季的防晒衣 面料偏软 但是垂直感特别好 所以自然的能够帮助我们 护衍一些凶大的困扰 那至于在搭配上呢 巧了 我居然有一个跟这个颜色很相近的一个这样玛丽针鞋 那至于这款衣服的穿法呢 就是有些人说要尽量的把它往后 做出一个大领子 这样穿搭更时尚 因为它这个肩线啊 其实做的是正好的肩线 对我来说还稍稍的有一点像后仪 如果我们胸部比较大的话 那可能尽量的往后仪 让前面露出一个更多的呼吸感 在穿搭上会有显瘦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正常的小胸 或者是平胸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样利落的 穿出一种男生的那种中性风 就也是很时尚的 还有我觉得跟这件衬衣最搭配的 还是要赎 我这一双玛丽针鞋 因为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有质感 更巧优衣裤U系列的这一件衬衫 它们两个在一起 真的是绝配 穿上之后很轻松的做出那种 简约的老前锋 毫不费力的时髦感 那一件穿搭呢 就是我身上这一件白色的 叫什么POPPO袖 而且是收腰的一个上衣 这款上衣呢 它还有一个裙子 所以我们就一起给大家介绍 首先我买的这个货号呢 是它的M号 然后如果你仔细看它的面料的话 它其实是有这种小方格的 所以它不是那种纯白简单的设计 网格的话会让这件衣服呢 在视觉上看起来它的立体性就更好 那这款衬衣呢 我觉得它也蛮适合 像我们职场女性啊 上了年纪的中年女生 能做出一个比较随性的日常穿搭 还有你看它的小细节 它前面呢是属于这种圆领的设计 然后外加两个肩线 这两个肩线呢都是比较正好的 没有前倾也没有后移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让肩膀显得有一点下垂 然后下面这边呢 还有一个下落的肩袖 我买的是它的M号 所以其实还挺大的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买适当的码数 我觉得我穿其实S号就够了 然后前面呢 还有一个这样的分割线 那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分割线 如果我们把这个分割线去除的话 前面整体就会感觉统一的面积 那会觉得我们这边的胸型比较雄伟 如果真的是胸部比较有料的姐妹的话 会可能有嫌胖的困扰 但是加上这一条分割线的话 就很好的把我们横向的面积给纵向分割 这样呢既有设计感 简约舒服又不嫌胖 然后这一款的材质呢 它是65%的唇棉 再加上35%的锯脂胺纤维 所以整体穿起来的面料也是非常的舒服 最喜欢的是它的腋下这种蝙蝠袖的设计 超级的舒服 我觉得在夏季呢 也不会有说我们狂暴汗 然后这边会显出汗字的困扰 还有就是在它的腰这边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腰部这边呢也做了绑带的设计 是有一个小小的球部 可以收起腰线 然后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很自然的遮掩 我们腹部啊臀部啊 还有胃部这边的一些坠肉 就算是我们中午吃的很饱 它这个衣服也完全显现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想找一个舒服 简约又有设计感的穿搭 这件衣服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最后一点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虽然是圆令的 虽然是大令 但是就算是我们弯腰啊低头啊 它也不会有刨光的风险 因为它整体这边设计的贴肤度 和包裹性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去穿搭 完全不会有跑光 然后这一款呢 还有一个雨之配套的 这样一个半身裙 颜色和面料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里面呢 是加了这种比较厚实的内衬 裙子的下摆 后面的下摆 是有这种稍稍的开叉的设计 然后两侧呢 是有这很大的口袋 前面腰部呢 还有这种绑绳的设计 我觉得这一套穿上之后呢 特别是有那种不经意的舒服感 还有一种像在南法度假的那些顶级富豪的穿搭 然后材质和版型到设计都非常的有细节感 每一个单品都是基础款 但是组合起来就是这样 简约而有高级感 而且更重要的是 穿上之后舒服度实在是太棒了 虽然是欧版的XS号 但是我穿上之后啊 无论是腹部和胯部 还是蛮有冗余的 所以如果我觉得 结尾们想要追求的是一种舒适 洒脱和慵懒的感觉 可以按照正常的货号买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更加紧致一些 也可以稍稍买稍小一个货号 啊对了 这一套呢 它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 我个人觉得还是白色的这一套呢 穿起来更加的优雅舒服 裙子家的内衬也不是很透 就算我里面穿了一个深色的打底裤 是不是也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套呢 如果想要追求舒服 大气 简约 高级 审讨 没有错 下面一件单品呢 不是U系列的 而是优衣库的春夏基本款 就是这样的一个连衣裙 这些连衣裙呢 上面是属于这种小背心 下面是属于这种白褶裙 然后它是有很多颜色 黑色白色 我身上的装红色 还有一个是绿色的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裙子有一个小玄机 就是它上面这个背心呢 它其实是里面是带胸罩的 把胸罩也放进去了 所以我们在穿它的时候 就不需要在里面再搭配内衣了 简直穿起来不要太舒服 那我这款呢 买的是它的M号 在腰部的地方有一点大 然后它上面这个背心呢 以我这个胸型来说 还可以 没有特别的显腹乳 而且整个的这版型啊 穿上的舒服度也还是不错的 除了腰部这边有一点宽松之外呢 我觉得整体的版型和设计都是不错的 然后下面的裙子这边呢 还有两个口袋 在材质上 百分之百的纯棉 所以穿起来呼吸度和透气感都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它下面裙子的面料呢 是属于这种比较力挺的 像衬衣一样的面料 所以它的垂直感比较好 还有就是这个腰线 它会稍稍的 是向上移 自然就帮我们做出了一个完美的身形比例 在前面这些小褶呀 抽褶 你看都是这种稍微的往前距的 所以在视觉上呢 就会给人一个腹部显瘦的作用 所以这一款我觉得它的作用啊 无论是小细节这种 自带胸罩的一个功能性 还是它前面褶皱向前凸的这样一个设计性 以及上下身不同材质的混搭性 还有两侧的两个口袋 那这款裙子呢 真的是今年夏季 我觉得是必备款 好穿舒服 时尚感 显瘦 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件呢 就是刚才跟那个衬衣搭配的一个 黑色的西瓜裤 这种短款的 但是在我们腰腹部这边呢 它会做的非常的有种 穿起来的舒服度也非常的高 然后是属于超高腰的 整个穿上之后呢 腰臀部以及屁股这点 是非常的舒服的 还有就是它是属于有一种 七分裤 可以很轻松自然的露出 我们比较纤细的脚踝 那整体穿它呢 就会有一个 很容易做出一个显瘦的效果 还有就是这个裤子呢 在裤腿处 还有两个按扣 这个两个按扣呢 可以帮助我们 把比较宽大的裤腿收紧 腰部正前方呢 也很精致的加入了这个向前内扣的折痕 这样在视觉上呢 会起到一个显瘦的作用 T恤真的就是 每年都要回购的必入款 因为它每年的颜色 版型都一样 其实我这一款呢 是大概是一年 也不是两年前的U系列的一个款式 然后你看洗了几次 现在穿还是很好看 然后这个小衫穿上之后呢 也真的是很舒服 就是优衣库U系列 他们家的款式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混搭 搭上之后都是莫名其妙的 和鞋和肩线 和这边的袖子的剪裁 都是正正好好 版型的弹力呢 也很好 领口呢 是这样 就是很精致的走线 下一件单品呢 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 深棕色的一个连衣裙 然后这个连衣裙呢 它是属于这种泡泡沙 然后这一款呢 它是有四个颜色 分别是白色黑色 我身上这一件棕色 还有一个就是蓝色 这呢是属于百分之百的纯棉材质 这确实是很日式穿起来 然后它前面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绑袋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绑袋的话 它这样就是松松垮垮的 很寡淡 照片上的模特呢 是轻轻的在前面打了一个结 我是可以帮我们自然的在前面 做出两个褶皱 就可以自然的收紧前面 起到一个显瘦的作用 然后整体这样穿呢 我觉得也蛮高级和大方的 我买的这个是它的M号 然后穿起来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买的话 不妨买比我们平时穿的画号 再小一个码数 可能收腰的效果会更好 二来呢就是它这个绣长是还蛮长的 我觉得像这种特别朴素 下一件男品呢 就是也是一个连衣裙 是这样的一个长款的 属于T恤连衣裙 但是这款连衣裙 跟往年的一个T恤的连衣裙 不同的是 它的绣长呢会更长一些 所以会更增加了一些优雅的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 它的下摆 居然是这种绑扣设计 也就是说 它增加了我们更多的穿搭的方式 这一款呢 它是有四个颜色 分别是黑色 深棕色 我身上这样一个淡黄色 还有一个蓝色 我买的这一件呢 是它的OBA的最小号 XS号 所以它的身长呢 是110.5厘米 然后胸宽呢 是46.5厘米 然后连这个袖长呢 是52厘米 所以T恤其实开的特别高 是从我们腋下 胸部这个位置 就开始是属于这种 寄扣的开 如果我们单穿的话 它很有可能有跑光的风险 那这个裙子 它正常的穿搭方式呢 是里面加一个Lagging 其实说实话 我并不是特别推荐 因为呢 我自己搭了一下 我觉得它只有搭 优衣库U系列 它自带的Lagging 然后尤其是一定要没过脚背 就是带一点脚冬的Lagging 才会显腿长 否则我们自己搭的任何Lagging 局促 有一些奇怪 真的不太适用 所以这一款呢 我就不做 过多推荐了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本次推荐单品 以及它们搭配的 所有单品的链接呢 都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来 方便大家可以一键列取 后呢 我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对大家有小帮助 希望大家在之后的 春夏的穿搭里 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 舒服而又美丽 那我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咯 拜拜 拜拜